歡迎收看 我愛大小姐 有一句台灣話妳有沒有聽過 台灣話我都聽過 生會過頭麻油泡 生會過頭絕對白 聽過啊 但是很久沒聽到 我們今天的專家是 人體工程學教授李建峻老師 從生理與命理來窺探人心的人體工程學大師李建峻 李老師 我們現在的問題就來了 我不介紹我們的來賓 因為我們又請到了三個沒有臉的女人來 仔細看 沒有臉 因為只有背面 是 有人說很多女生生了孩子會元氣大傷 是啊 是不是看背部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這個人不好生 那老師現在是看背部是 老師看背部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在生產過程會不會順利對不對 是喔 既然講了孩子嘛 我們看到他的孩子的緣分 到底是什麼緣分 那麼關於生產的情況我想 根據當地的生產環境啊 醫療設備都有關係 還有根據他自己居住的環境都有關係 那我們現在不去談 就談他們的緣分 中間這個女人很極其特別的一個女人 我也不知道她幾個孩子 但是我認為她在生命當中呢 她是沒有孩子的人 中間啊 中間這位啊 老師 你必須先告訴你 來我們節目的人其實都有孩子 所以你敢說她應該沒有孩子 先不要 先不要歪倒 她都會轉呢 老師都會轉 不是轉 就是什麼呢 她的命中呢 她的我們講的 這一個就是生過孩子的人 她看的是我們講的頸部 頸部 頸部的一種 我們講的她的肉的一種分佈 和肌肉的分佈 那這個人的分佈呢 就是她的命中 這個人是一個蠻苦命的一個人 苦啊 一定很美啦 美的人都比較苦 這樣有沒有好一點 另外就是什麼呢 其實為什麼我剛剛講說她沒有孩子 命中沒有呢 因為她這種形狀中是沒有的 我們講呢 她的這個頸和肩 這一個我們講的一種協調度 是 是不夠的 不夠 那如果這樣不夠的人 就是我們不用去看屁股 也不用去摸屁股 看個這就知道了 就是她呢 應該沒有孩子 但如果有孩子 應該是先生帶來的 哦 但是如果這樣的情況下呢 如果女方沒有孩子 男方有孩子的話 先生帶來的話 那這時間她 逼使她就要 不是 她會給這個女的就是苦命 哦 真的啊 好 我們請中間這一位呢 轉過來讓我們看看 她到底是誰 你看 很美吧 她是 她是一對這個雙胞胎男生的媽媽 是 我已經混到很多次了呢 對 其實我在生產的過程 是還滿辛苦的啦 大概生完半年 半年多都不能走路 癱癱 對 為什麼躺半年不能夠 起來走路 因為我生完以後 我的這個髖關骨就 發生了那個 罕見性的那個疾病 就暫時性的骨質疏鬆症 那所以她就會越來越痛 然後 她其實一段時間 她自己會回復 但是呢 因為初期不知道嘛 那就是 在醫院以為是 在懷孕過程中壓到了 然後所以她 我們就想說她會自己慢慢好起來 可是做完越子了 越來越慘你知道 就是越來越不能走 就是本來以為是落到啦 沒想到是裡面的骨頭空掉了 對 像100歲老人家的骨頭 後來有做那個MRI嘛 才發現說我是暫時性的骨質疏鬆症 那她在這個醫學上是可以自動 回復的 就是一段時間 你可能 從100歲還可以回到什麼30歲 對 所以她稱之為暫時性骨質疏鬆症 那第一位呢 穿綠色的這一位 老師你剛剛說 如果這個肩膀是斜的話 看起來會不太協調 這一位很協調 她看起來比較強壯 這位呢 她呢 我們講呢 她的這種頸部 她的髮際那個地方 你看她那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這樣的人就是說 她應該早年的時候生 可能生的時間過了以後又再生 這是一個我們講不符合 她的生命軌跡而造成的現象 所以說我認為呢 在她的這個生產當中 跟孩子的緣分呢 就有點脫節 那這個脫節的時候 就要注意她的一種 整個過程都要注意了 老師可是聽你這樣講 好像她的大孩子跟小孩子差很多歲 好 我們請她轉過來看看她是誰 好 來 公務專家 宇恩 好 真的像老師講的 很早的時候也生過小孩 對 對 26歲第一胎 然後29歲第二胎 那沒有差很久了 是三歲 對不對 那沒有差很久啊 妳以為大家都跟你一樣不生啊 那後來還有再生嗎 沒有啊 之後會再生啊 老師講的意思說 不是 老師她 我跟妳講這個叫什麼 叫余淵 余淵應該在22歲的時間 她是早產的一個女人 老生這不叫早產 不是她生她 叫很年輕就該生 很早就應該生 所以我生命軌跡 應該22歲就要生 生命軌跡是在22歲 23歲以後 我們講在妳的生命中很特別的 因為這時間妳如果說是生的 對妳來講 妳在妳的性格裏面 在妳的職業裏面 妳所有的東西 是和任何人都不一樣的 所以我大學畢業就該生小孩 妳極其特別的一個人 可是妳這時間因為妳沒有這樣的抓住 也可能妳去挑 也可能妳撿 也可能妳在乎工作 而沒有去在乎妳自己的家裡 在我們人生當中 有的人是先成家後立業 有的人是先創業後成家 妳屬於什麼 先成家後立業的人 可是妳放過這個了 妳去立業而成家了 那這時間就是妳一旦妳生命當中 妳的孩子是送妳財富來的人 可是這時間妳把她延誉到26歲了 那因為我們講這拖延了4年 可能這句話人說 妳這句話說得人都聽不懂 這不是聽不懂 而是說妳這時間生的孩子 和上面連接不起來 而造成妳在養孩子的時間 可能有些問題出現 好 第三位 這個女士 這個女士她的孩子 是跟她是一個好像在前世 我們講前世可能就要過了 就是好像是一個很頑皮的一個人 老是會給她出現很多狀況 老是跟她開玩笑的身上 她的小孩 她的小孩 她是屬於這種人 那麼她跟孩子的緣分也蠻深的 很深 好 我們請她轉過來看看她是誰 來 知名的女兒陳怡 陳怡她的孩子最小 大概一歲多而已 對...一歲九個月 那出生的時候其實狀況很多 因為媽媽一般而言 都會很在乎那個小孩的心跳 當測不到說沒心跳時 真的整個人快崩潰了 對 我真的有覺得我女兒 可能像老師講的那樣來討債 因為從我懷孕做羊膜穿刺的時候 就一路一直不順到整個生產完 我羊膜穿刺做了三次 怎麼做那麼多呢 因為第一次第二次 小朋友就一直沒有空間可以扎針 就是她一直找不到 醫生一直找不到那個空間可以扎針 到第三次呢 我是很...出門前很語重心長告訴她說 你乖乖 如果今天再不做呢 媽媽就沒有機會再做羊膜穿刺 因為她有時間限制嘛 那我就說好 你說你今天乖乖的做羊膜穿刺回來 媽媽就吃很多水蜜桃 因為我那時候很喜歡吃水蜜桃 然後水蜜桃吃完 它就胎動特別明顯 所以我就說 那媽媽就吃很多水蜜桃給妳 那妳就可以吃到甜甜的東西 果真第三次才做成耶 因為其實我一開始就很提倡要自然餐 所以我做了很多 我上了很多課 我做了很多的準備 哪一些 妳說 我做瑜伽 我從懷孕四個月開始 我就上瑜伽 我上到我生產38週 我一個禮拜做兩次的瑜伽 然後我游泳 一直游到38週 所以我等於一直做完瑜伽 做游泳 我把我所有 然後我不斷地吸收 瑜伽老師給我的知識 就是女孩子要生產 小孩子要經過產道 對她的胸腔 心肺功能是比較好的 所以我充滿了期待要去做那個 自然產 甚至我很意想天開的跟我老公說 老師都放那個水中生產 你知道嗎 我看很多國外的影片 都在水中生產 那好舒服 我就在水裡面 然後減輕疼痛 我去跟我老公說 我們來弄個水中生產 就是第一胎一定很棒吧 我老公就告訴我說 妳不要亂搞 妳就規矩一點 反正第一胎 我們大家都沒經驗 妳不要亂搞 妳真的規矩一點 萬一有狀況 那誰都擔不起責任 還好我真沒亂搞 我沒亂搞都已經 妳生產都已經變成緊急破膚了 妳誤以為妳很年輕很健康 對 不然妳那個這樣 會有細菌吧 對 而且水中生產 我看過影片 妳怎麼會覺得很舒服呢 我看到那是一堆血水 沒有 妳們都看過吧 我覺得很舒服 其實我們台灣有耶 在浴缸裡面 然後妳可以聽音樂 放音樂 然後溫水 妳覺得妳肚子痛的時候 妳可以先在水裡面去做準備 然後可以照自己的方式生 我就很期待啊 有人這樣生嗎 確實有人這樣生 很多嗎 西方有這樣的生 台灣呢 台灣現在也有 對 但是必須要做很多很多的準備 妳還曾經因為誤判說 我要生了 我要生了 送到醫院去 然後大家都到了 結果妳還沒生 還很久 對 我一開始 早上四點多去 因為我那時候在家裡 已經很陣痛規律嘛 老師告訴我就是說 妳只要十分鐘 很規律的痛三次 公說三次 妳就要準備去醫院了 那我就很期待啊 趕快弄好就去啦 凌晨去的 去到那邊一直都很規律 我也綁了胎心音 綁了那個什麼側 都很規律 就一直生生生到隔天的下午 隔天下午就 症痛就沒了 就是妳知道嗎 小孩子就突然就沒有公說了 妳不要生了 對 可是我已經摳了一堆 就我 因為我媽住宜蘭妳知道 我已經把我媽摳來說 我要生了 我要生 我現在在產房了 趕快來 趕快來 就所有的人都到產房去了 都在那邊陪我 然後我還在那邊做生產球啊 妳知道 因為訓練 就是做生產球比較好生 就在那邊坐… 沒有了 我想說糟糕怎麼辦 又很不好意思 把大家通通扣來 所以就只好說 醫生說那妳要不要回家 再等等看啊 然後如果妳在公司 都比較密集妳再來醫院 那因為我本身 就是前面很提倡 所謂的溫柔生產 所以我一開始就跟醫生說 我不要綁那個胎心音 反正我不要在病床上就對了 反正後來到最後還是沒有辦法 就是 症痛指數太快了 突然間小朋友心跳指數 就變成零 就沒有了 我當下看到我整個就灑住了 怎麼會這樣呢 所以我就按了急救鈴 趕快叫護士進來 護士一進來呢 他就先幫我內診 因為他要變內診 去看看小孩子現在到底情況怎麼樣 我就從一個護士進來 到第二個護士進來 到第三個護士進來 到最後他把整個那個超音波的 我們超音波的機器 整個推到我的代產室來 就開始照 那時候整個緊張到 我跟我媽兩個嚇死了 我也不敢哭 因為我怕我哭了 我媽就會跟著我崩潰 你知道 整個一直哭 後來就在護士手忙腳亂 在那邊弄的時候 我老公突然冷冷的走進來 就看著大家很忙 他以為我快生了 然後我老公就說 沒關係不用緊張 等一下就好了 因為他壓根不知道怎麼回事 我也不敢說 但我聽到 看到我老公進來 我真的眼淚就掉下來 整個就有點 好像有找人到求助了 你知道 後來過了一會兒 醫生進來了 就是要弄... 小孩子就心跳恢復了 恢復之後 我跟我媽就覺得說 是不是應該要趕快緊急剖腹了 那我那個醫生 就真的就是太崇尚自然產了 他就又告訴我說 你前面已經努力這麼久了 你能不能就是再堅持一下 因為等等看 小朋友應該很快就出來了 他還是叫我自然生嘛 所以自然生 我們知道 我們一定要有開到幾公分 10公分才能夠自然產 但因為我那時候 因為太緊急 所以他們在處理的時候 可能就把那個產道的地方 可能弄稍微腫起來了 所以等於說 我要等到他整個消腫之後 再開到10公分 然後自然生 那個過程可能 不是我們可以等待 因為我實際上已經痛... 那時候已經痛了 二十幾個小時了 後來醫生就說 那怎麼辦 那就催神 所以他就在 他就放了一個催神劑在裡面 催神劑放進去 那個已經是完全不得了 那個公縮疼痛的指數已經破百了 我幾乎是120 130這樣跳的 然後那已經跳到 我整個就是已經在 本來享受很優雅的聲音 對 有 已經開始已經 怎麼嘛 已經快飆散 那個髒話出來了 已經痛到 我整個就是在產房裡面 所有產房都聽到我在尖叫 那已經痛到120 130 很痛 痛到受不了 然後我就要求要打五痛分娩 但是我的無痛分娩呢 我又必須等到隔天早上 那個麻醉科來上班 我才能夠打 天啊 熬到整個晚上熬到 好坎坷 你的孩子跟你的玩笑開大了 對 我跟你講你這個孩子 是跟你的緣分切深 他就跟你調皮 以後啊生產出來 現在小孩幾歲了 一歲九個月 你放心慢慢來 會繼續調皮 慢慢來 聽得好快吧 還沒玩 他真的要跟你好好玩一下 所以說這樣的 我剛剛從你後面 我觀察的就是什麼呢 這個孩子跟你緣分極其特別 那這個特別到什麼時候呢 他天天跟你開玩笑 因為讓你精出一身汗來 你要找出 他你跟孩子的緣分 找到以後呢 化解了 他再不要嚇你了 對 他還想生下一胎 他的慘劇還沒講完耶 其實他最慘的是 他生產完之後 本來一般剖腹完嘛 上下都痛到 已經要出院了 傷口已經有兩處要回復 可是呢 他竟然還要再進去 接受一次手術 對 還要進去接受流產手術 這是什麼 對啊 為什麼 他就是 當時沒得很乾淨吧 對 他有所謂的 我後來再去照 就是我們女生有二路嘛 生完之後 兩個禮拜之後會 二路會自己結束 對啊 那我那時候一直到我女兒 已經四個多月了 都還沒有 還五個多月了 我都還是滴滴答答 一直都有 那我一直覺得不對勁 而且我們 妳怎麼是吃麻油雞吃的 我不曉得是什麼原因耶 妳要換一生了 不應該這樣 對 然後我其實 我女兒滿月 坐月子的時候 我就都有回去讓醫生檢查說 好像那個二路都一直沒有消 然後醫生就幫我照了那個超音波 我就發現我子宮裡面 有一個白色的點點 那他也不確定說是什麼 然後他只叫我 那時候他都不確定說是什麼 都沒告訴我說是什麼 然後只告訴我說 妳就吃藥看看能不能自己排出來 我等到我女兒五個月 完全沒有辦法 後來我就放棄那個醫生了 然後每天都像生理期來 對 尤其我們 我們女生 生完不是會用那個束腹嗎 會綁肚子 我只要一綁肚子 那個就 不只痛 那個血量就很多 只要也是痛就很多 她如果那個不知道的話 也是很危險的 對吧 其實她的狀況 在妳媽媽那個年代 都是死死 對 後來我就去找另外一個醫生 妳媽媽跟我不是同一個 妳媽媽跟我媽媽 同一個年代 對 然後後來醫生就 另外一個醫生幫我檢查 就是說有可能就是 胎盤殘留在裡面 就是當時沒有清乾淨 結果 所以我那時候 又必須做了第二次的手術 像我們一般那種流產手術 把妳的胎盤清乾淨 那清乾淨之後 果真就沒有再這樣子 不舒服了 這個要不要再做一次月子 要不要 應該要 原則上是要 對 她這個 很反對 她這個本身月子就沒有做好 對 我們講在月子裡 我們生產完之後 這女孩子就要去 梳那個腹的話 本人是錯誤 為什麼我們講 妳梳了腹以後啊 妳的盆骨不回去 妳再怎麼弄都不行 所以在月子裡面的飲食習慣 和生活的方式方法 關係到妳的 將來的整個妳的容貌 妳的氣質 和妳整個體態 所以如果說妳那時間綁的話 妳肯定不會好的 那麼這時間我跟妳講 妳就是把肚子縮回去了 骨盆還是髒的 那這時候妳吃東西要 一定要注意 不注意 它肚子自然然就起來了 所以妳還要不要再生 應該要 我還想 還想 對 因為我後來發現其實 受了這麼多苦 但我覺得都值得 妳小孩子真的太可愛了 這是媽媽的 對啦 很難以解釋的心結 對 所以還生幾個呢 我再生一個男的男孩子就好了 妳不能說還生一個男的 生男生妳哪曉得 對啦 希望 希望是個男孩 現在已經基本上 生男生能拿得住了 他從調飲食習慣 生活作息的方法 可以達到這個要求 好 那其實呢 我覺得生產的時候 發生狀況 是很多產婦確實都會遇到 其實有的很健康 生產也可能發生意外 可是像羽安那種狀況 是比較特殊 就是她懷胎到六個月的時候 有人告訴她說 妳的小孩可能是個呆子 對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前面 一到五個月做產檢都很正常 該怎麼長大 她都乖乖長大 後來一直到六個月的時候 醫生突然說 奇怪 怎麼知道超音波 肚子裡有水 我說有水有什麼特別 不是媽媽都會有羊水很正常 她說不是 不是妳的肚子 是Baby的肚子裡有水 就所謂的胎兒的不積水 我說那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那醫生說 我查了一下目前台灣 沒有這樣的案例 我沒有辦法告訴妳為什麼 所以是醫生看錯嗎 也是Oh my God醫師嗎 沒有 那個醫生 醫生非常專業 他就說他找不到任何的文獻 我說好吧 那我們現在 能夠做什麼 那醫生說 那我們就 我幫妳查一查 然後看妳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 或者呢 他就說 我做羊膜穿刺 我第一胎26歲嘛 我說26歲要做羊膜穿刺嗎 他說要先找出原因 小朋友為什麼肚子有水 就問說有沒有什麼 地中海貧血啊什麼... 都沒有啊 一切我的狀況都是正常 後來呢 我就去做羊膜穿刺 一般來講 羊膜穿刺 大概扎個一針 兩針了不起 我總共扎了 我看他身上四針 我兩針 總共扎六針 這個... 這意思很菜鳥吧 沒有 很專業 因為我現在還有在跟他互動 所以我可以了解整個過程這樣 恐怖是孩子在躲針 對 對 有些胎兒喔 就是你當媽媽的看著這個針的時候 你的意識裡面 一旦有意識 馬上傳給他 是 他會馬上會... 他裡面是敷水嗎 他游過去 抓不住 他真的會躲針 他說危險... 對 像他前面兩針 就是抽我的羊水嘛 去做檢查 為什麼會這樣子 他說那不然我都搓了 不然你的小孩的肚子的水 我們也順便抽掉 他就是... 因為我想說 反正就試試看嘛 都已經這樣了 萬一扎錯就是 他在胎兒的時候就開刀咧 對 我那個時候其實沒有想那麼多 我只聽到他肚子有水 我就已經慌了這樣 他說那我們順便 把小孩的水給抽掉 所以那個時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 因為他要先穿過我的肚子 先穿過羊水嘛 然後一般抽羊水到第一層 碰到我的羊水抽就好了 他現在要... 我現在講 可以嗎 複平姐 可以啊 因為我是疼到複平 所以他是穿過我的羊水之後 就開始等 因為就像剛老師講 小孩會躲嘛 他就要等小孩躲到那個 牆角的時候呢 就趕快再擦到他的肚子裡 因為為什麼要抽四針 不是醫生的技術不好 而是他肚子的水太多 所以那個針筒 基本上他抽四針才滿 這麼多 才抽光 對 就把小孩的肚子的水抽光 你知道一個人 就算是成人 有腹肌水也表示他病入膏肓內 對 所以那個時候呢 醫生就說你們回去考慮一下 因為 懷孕六個月是合法的墮胎 墮胎的期限 就是以後 如果你發覺小孩有什麼問題 你要拿掉 國家是不準的 這樣子 超過六個月合法 超過六個月就不算合法了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呢 剛好他就去驗 驗出來之後 發覺他的胎兒 腹肌水裡面 是一個叫巨氏病毒 然後我們就說 巨氏病毒會怎麼樣 醫生就拿一份文件給我 他就說你看 我去幫你查好了 巨氏病毒會導致小孩 生出來會失聰 再不然失明 最嚴重是智障 然後他把那一份文件給我 跟老公 他說你們回去考慮一下 這個小孩是要還是不要 那我就跟我老公講 我說那你決定要不要 因為說真的我覺得 生下來如果不OK 對家庭可能 可能會有一些的影響這樣子 然後到最後老公說 他說不管他 他決定他要這個小孩 然後最後小孩就決定留下來 可是從發現他腹肌水 到最後生產 大概還有三個多月四個月 基本上有型跟無型 我們都做了 有型就是台灣那個時候 有名的婦產科的醫生 我們都去找了 去找原因是什麼 因為畢竟要對症下藥 所以有型是這個 那無型的呢就是那種 譬如說把小 就是我們買好小孩的衣服 拿去給人家咚咚咚 念經 這一蓋 對 就是念 然後說什麼 蓋個章回來叫我放在肚子上 小孩睡覺這樣他會 比較好 對 但是我們曾經有一個醫師 一個師傅 就是無型的師傅跟我們講說 這個小孩已經走了 他就說 他所在走是說 他怎麼三魂七魄已經 已經怎麼少了都少了 所以基本上 小孩的這種胎兒 是沒有三魂七魄 是兩魂六魄 在出事的瞬間 這是他第一口氣 我們講這個胎兒 在娘胎裡是 不是有肺在呼吸 它是跟那種魚一樣的 用塞嗎 它裡面這個 這個地方有一個 有一個黏痰 把那個肺部的 不讓進去 當那小孩一生出來 一吐出來 還是肺部呼吸 所以那個時候還有 這個時間 一魂一魄 附加 所以這個師傅如果說 那個時間就有三魂七魄 就騙人的 不是騙人 可是你沒多久 有就要再去照一次嗎 對不對 對… 就一樣嘛 就產檢該去照的 就發覺水沒有再長出來 就基本上那個階段 我們也就放下 所謂放下就是 我們也沒有辦法再去 多為他做什麼 反正能做都做了 然後後來就等到生他 生出來之後呢 就開始擔心說 他會不會聽不到 他會不會看不到 他生出來 肚子有沒有一個洞 沒有耶 他是 他最起碼是要四個洞 但是 四個洞 沒有 胎兒會自己自癒嘛 然後後來眼睛OK 然後聽力OK 然後後來擔心你就是智力 因為Baby你沒有辦法看 你看不出來他是 他是有沒有問題嘛 對 只能說他長的是正常的小孩 OK 好 然後後來等到六七個月 開始跟他玩 他會有反應了 我們就稍微放下心來 一直到現在 我覺得好險我們有留下來 現在都一切正常 那是老大還是老二兒 老大 好 其實那個出生之後呢 還是有他的煎熬 還是煎熬的開始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 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個時候剛生完醫生會說 你要不要做什麼... 什麼檢查 因為就新生兒 會有一大堆的檢查 所以這個小孩從小 從出生開始 他也被整個半死耶 其實他沒事 對不對 他就基本上我就說 不管什麼檢查都做 我印象很深刻是 他有一次要驗他的尿 就是還沒有滿月 我說這樣的小孩怎麼驗尿 而且都尿在尿部裡 我們沒有辦法 像大人你可以控制 來尿一杯就尿一杯 他沒辦法啊 他說我們帶進去 然後我就說帶進去 後來我就聽到小孩 很激烈的在裡面哭 擦尿管 這種事妳也做喔 不是我做啊 醫生 就不用啊 小孩妳常常 幫他換尿部的時候 他就會... 他會... 他會噴出耶 對 他是女兒啦 有時候現代科技 妳也搞不清楚為什麼 如果以前的人 他搞不好懷孕 裡面也有一點腹肌水 搞不好出生也沒了 結果妳的小孩 妳是被整個半死的對不對 因為他就是被知道 就這樣被整個半死這樣子 就是第一胎 第一胎是他在肚子裡他受苦 對 第二胎是妳受苦 對 第二胎是快要我的命了這樣 為什麼 沒有 因為我第一胎是剖腹嘛 因為他胎位不振就剖腹 後來第二胎呢 我就想說那第一胎剖腹 人家說第二胎 一定要剖了 但是因為剛好在我生小孩 1月31號 那一天剛好我有一個 另外一個主持人 他要離開購物台 他賣卡拉OK 我就想說 這麼好的朋友要離開了 我就去幫他辦唱啊 就看到一個大肚子 在那邊唱唱跳跳 搭搭搭搭搭 唱完之後我們還去歡送他這樣子 後來隔天我產檢 產檢一切正常 我也覺得沒什麼問題 產檢妳就看說 這個沒有腹肌水 太棒了 對 我就覺得 一切順利這樣很棒 準備要生小孩了 後來我就去做臉 做完產檢去做臉 做臉的時候 開始覺得肚子痛 為什麼肚子痛 後來我就再回去產檢找醫院的醫生 醫生下班了 我說我好像快生了 因為我就算時間 大概就是公縮的時間 我就說好 那妳叫醫生來 他第一道剖下去 我就聽到護士在問醫生 醫生那個黑黑的是什麼 因為通常剖腹要剖兩個 一個媽媽嘛 在剖子宮嘛 他剖完我的肚皮之後 護士就問他那個黑黑是什麼 醫生很冷靜的說 天啊 就是代表後來我問醫生 他就說代表說 我的子宮其實已經裂開了 因為妳之前也是剖腹生過 就從那個裂痕直接裂開 對不對 他就直接裂開 所以小孩的頭已經出來了嘛 後來醫生就趕快 就把小孩拿出來 就生出來OK了 後來呢 我的裡面 因為他先裂開嘛 子宮先裂開 所以在裡面就大失血 然後後來就大失血 後來輸了一千... 一千五百CC的血吧 那醫生就講說奇怪 我就聽到我隱約 因為他後來就下一個 更重的麻醉劑 我整個幾乎已經 本來剖腹是半生嘛 後來就變全生 我就聽到醫生在說 奇怪 他的子宮怎麼不回縮 就是一般生完子宮會收縮 他說他的子宮是軟 他就說後來他跟我講 我的子宮是軟趴趴 就是沒有力氣 就像皮球沒氣的這樣子 後來就趕快縫啊... 然後輸血 後來我就推回病房 我就聽到那個醫生一直在問說 他老公呢 他老公人在哪裡 他老公呢 在大陸啊 還沒回來啊 因為我的育產期 其實還有半個月嘛 我老公本來是下個禮拜要回來 他一直聽到醫生在罵老公 他老婆 老婆都這樣子 還不回來 我就想說我怎麼樣了 我怎麼樣 我是半婚迷不曉得 後來他就叫我 我的弟妹幫我揉肚子 他是在哏斑斑斑 怎麼了 老師我還在 老師 這個孕婦宅某種程度 他完全不懂得怎麼樣去懷孩子 完全不懂得自己 對自己的珍惜 那麼你看看 這刀下去了 如果這刀滑到小孩的頭上去 那是最危險的了 所以我們講 像你這種破腹產的 不能根據自己的體質 你其他地方都好 就那地方是最薄弱的地方 這時間你想想 你不要說你的這個子宮要輕 子宮那時間 他已經在裡面破了很久了 他怎麼不軟趴趴的呢 那這時間如果說 你把子宮封好以後 你連你的腹部都要清乾淨的 嗯 裡面有完全的很多的淤血了嘛 對 所以說你看你現在坐在 還像個人一樣 就說你身體恢復得不錯 所以為什麼這樣講 就是說在懷孕的時間 人們一定要懂得怎麼去懷孕 怎麼樣懷好孕 怎麼樣愛護自己 也要愛護著孩子 就是頗腹生產的孩子 他就是奮鬥精神弱 嗯 弱 我們可以講 就是我們看了很多電影 就是那種時光隧道那種感覺 小孩子在這種陰道裡這種 突分猛進的時候 就是什麼呢 就是時光隧道 那這時間他就願意這個 我們講努力頑強的精神流 你們都是婆婆 這時間你這兩個孩子要注意 三個都婆婆 特別是你是最小的這個孩子 最小孩子的時候 已經他已經在 你沒有打開膚腔的時候 他已經露頭了 對 那這種小孩子更要注意他 會怎樣 那這件事情我們講 他已經露出來以後呢 他看就是在他的記憶裡面 他看到了不該看的東西 經常會發現 他看到很多腸子嘛 對啊 所以這時間你要注意 所以我們在 我們在這個 對小孩子生的時候 我們講得像 人生孩子是三 你養是七 就你生孩子這種 好壞是決定三 養不能養好 是決定是七 所以這時間 你的生產過程中 給小孩子已經造成了傷害 那我們下一個 我們現在在養的時候 那是你的養 已經包括膠了 養都是膠 都有啊 所以這時候我想 你要把這個拿去做 我寫了一套 和諧家庭的書裡面 就有的呢 就孕婦 還有那種嬰兒的護理 還有兒童 妳可以看啊 對妳會有些幫助的 剛剛宇安在講的時候 林慧萍一直在旁邊說 他購物專家 他講生小孩的過程 也很像在賣東西 這就是專家 職業病 對 厲害的地方 我盡量挑出我來講的 職業病 很專業 專業 很投入 對 他完全把那個故事賣給我們 好 那于文呢 昨天製作單位告訴我 他在瑞稿的時候 那孩子已經滿大的 三歲了嘛 四歲 四歲 結果也很健康 可是跟他瑞稿時 他講到那段時間的痛苦 他還很無助的 就哭了起來 是啊 有這麼慘嗎 其實也沒有 我覺得是一個人 如果當你發現好好的 可是忽然不能走的時候 你會不知道你的未來是什麼 而且你有兩個小孩 然後還有先生 然後家庭在鋼城裡 如果說 因為你的腿 那你可能沒有辦法照顧他們 其實結婚就是 最想照顧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先生 可是當你一切都不刻意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很害怕 就是 不知道這樣的日子要到什麼時候 其實余文是 他也是好不容易懷孕 然後也很想生孩子 然後懷了兩個 雙胞胎他很開心 一切都非常順利 可是在生產前二十天 那個問題才出現 對 我是忽然就是腳 這邊就開始疼痛 那我去做參見的時候 醫生是跟我說 有可能是壓迫到 他還幫我敲一下說 對 這個是因為胎兒過大 因為我兩個嬰兒 所以就比較大 比較重 然後他就說 這個生產完就會改善 然後這個狀況就會越來越嚴重 等到快生的時候 我基本上是沒辦法出門 然後我到要生產當天是 要坐輪椅 直接退到病房 因為已經不太能動 很痛這樣 那生完以後就想說 這個事情就過了 因為已經生完了 肚子壓力沒有了 這些神經應該都沒問題了 就可以行走 第一天還好 結果下床走動都沒有問題 第二天等到麻醉要退了 奇怪了 這裡怎麼越來越痛 然後第三天 第四天 我連那個腿 就是我們糖尿病床上 不是腿要伸上了 我要用手拉住我的褲子 就是病腹這樣拉起來 我的腿才能伸起來 其實我覺得那時候 他應該是覺得很無助吧 對 因為他只能夠接受 他只能夠接受 他不知道結果怎麼樣 未知 你看他現在彈起來這段東西 他還很感性 為什麼 就是一個未知數 在他面前展現出我 你剛剛談這麼半天 就是我剛剛在背後看的 和前面看的 確實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我們可以講 像你家的這種 就是你家這個 就是你先生他們家族 真的要感性 真的 因為什麼來講呢 你把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給實現了 為什麼 謝謝 就是他的命當中 是沒有孩子 可是就是這個男人的命裡面 是有孩子 所以他是冒著生命危險 去生男孩子 這女人的付出是更多的 那這種付出會造成他整個 你到目前為止 現在小孩是4歲了吧 4歲了 到目前為止 他的內心裡面 還存在這種陰影 對 這種陰影的話 我想的話 你應該讓你的先生 幫你好好去掉 特別是你要做 你的大孩子 我的大孩子 就第一個出來的 這個大孩子 大孩子和二孩子 完全是不一樣 這要注意一下 其實余文的那個痛苦 其實我是可以體會 因為人其實如果沒有 常常用腿走路的話 握在床上 不多久 你會非常沮喪 因為你沒辦法動 然後你的腿會漸漸的沒力 沒有 你會發現你一輩子 好像站不起來 我那時候一個禮拜之後 差不多一個禮拜吧 我的腿就開始萎縮了 萎縮成什麼樣子 就是剩骨頭 你就是從這種粗粗的腿 然後慢慢慢慢 就剩骨頭 其實你會害怕 然後我的上廁所 是要用那個摸字的那種拐杖 處著 一個一個這樣處 然後到廁所 你那時候是不是會懷疑說 天啊 我是不是從此就變成 中生殘障 其實剛開始我沒有 倒還沒有那麼悲觀 然後一直到 就是中途其實等到我月子做完 我沒有不斷地做檢查 做一些穿刺 做那個 就是包括看我的骨頭啦 頸椎 還有我的這個脊椎 是不是歪了還是怎麼了 才會產生這個病變嘛 那不知道 結果後來都查不出來 都很好 都長得好好的 然後也就出院了 可是出院 我還是不能走啊 然後 妳就躺在床上 看人家照顧妳的孩子 對 我就只能躺在床上 然後連洗頭 都還是要做 妳也沒辦法自己洗頭 什麼都沒辦法 也沒辦法餵奶 其實那時候應該也是 醬奶醬得很厲害 對 其實那時候又醬 要餵奶 然後但是 我又給小孩喝配方 因為妳會覺得說 就希望能夠盡量給他們 好感人喔 後來就是兩個多月 我就去做完最後一個MRI檢查 然後他就說 確定我是罹患這個病 就是暫時性的骨質疏送症 他說妳放心啦 這個一定會好 只要妳不要摔跤 就算妳摔跤 然後我都可以做一個 鑽石的鑽棺骨給妳 所以妳不要擔心 然後我就開始一路做復健 也做氣功啊 也做什麼都做這樣 所以妳以前那個骨質疏鬆 被撤出來 突然是變成 100歲的骨頭 對 那但是現在 妳後來再去檢查 妳現在是幾歲的骨頭 正常人的骨頭 正常年齡 對 正常年齡的骨頭 妳那時候發現自己說 可能會殘肺的時候 妳是不是有跟老公說 我不行了 妳去找別人 有啊 就是 因為那時候 還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妳就會想說 那我這樣子會拖累 包括孩子 包括我的現實 那我覺得我一個人 可以過得很好 不需要 不需要大家一起 這麼辛苦過日子 所以我就會跟他說 其實如果真的 一路都要講下去 我會建議我們各種各的 那他說什麼 他老家說 阿三伯拉 都還不知道怎樣 幹嘛想那麼多 悲觀的事情妳過去了 不用再去悲觀 現在已經好了 我希望就是說 妳為妳的這種 先生家族立個功 但是呢 妳的恢復還是沒有恢復好 所以說呢 我現在今天教妳一個方法 我看妳這麼 妳現在就是怎麼樣 妳先生 在妳的生命當中 把妳丟掉的東西 給撿回來 所以這時間就是我想 妳讓妳先生就經常 剛剛對妳的脖子 後面這地方 要進去撫摸 好 好 我會錄起來靠這樣 可是妳的婆婆嘛 也曾經問過妳的老公 妳知道婆婆其實很擔心 對 其實是她先問了我老公 然後我老公就 其實沒有什麼反應 她就問我老公說 妳不要這樣 一直站不站 妳都不會煩惱 我老公其實還滿天真的 還真二百五 她就是 就覺得說事情不會那麼糟糕 她就沒有往那個方向去 我覺得女人家的心色 還是比較細膩 那我婆婆可能也看我些沒反應 她又跑來跟我說 她說 其實還是得去做一些檢查 進一步的檢查 不能夠就 這樣不能動就算了 妳們還是要想辦法恢復這樣 我婆婆也是有來這樣跟我說 其實她可能在擔心說 唉呦 以後我的媳婦變殘廢 這對我們家不太好吧 那我覺得她不用先擔心 我覺得細心其實 沒有 曾經來講妳家的 現在從那麼一件事來講 妳真是很幸福的 有這麼樣的婆婆 不管怎麼樣 那時間對妳也是支持的 有這樣的先生 有妳這樣的毅力 更好有那樣的醫生 真的是不錯的 是 但是有一件事情很有趣 也就是後來王于文好好的 竟然跟家裡的保姆吵架有關係 從那一刻她就好了 因為其實我是不斷在做復健 她是做半年多 可是我從來還不敢 不敢離開那個館長 因為我覺得我沒好 所以我去哪兒 我都還是習慣帶著她這樣子 那後來有一天 我就聽到那個客廳 有爭執聲兩個 保姆為了那個奶瓶 就是誰沒有把蓋子蓋上去 然後就吵起來了 兩個小孩請兩個保姆 對 不是這 因為其實還有我 因為我也不能動 我連喝水 我們知道兩個算少 沒有 因為我也需要幫忙被照顧 所以就需要很多人 我就聽到他們兩個吵到不可開交 我想說這不對啊 這講這話沒有建設性 應該說下次我們彼此注意就算 怎麼吵成這樣 那這樣對孩子也不好 我就聽得其實也有一點火 我就忘記這件事情 忘記拐 然後我就偷偷偷就走出去 當然還是有點拐的 有點擺的 然後就出去 你們兩個怎麼說什麼 講完以後 把他們嚇倒了 他們兩個嚇了看著我 太太女好了 神機出現耶 然後我就說 對 為什麼沒有拿來照顧你嗎 就是那當下 其實自己還滿開心 知道說有很大進步的 我們來看看這王玉文 冒著千辛萬苦生下的 兩個可愛爸爸的照片 來 這是他們今天的照片 這麼大隻啦 對 真的 睡多一點點 然後 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昨天我們去 中秋節烤肉 在草皮上跑 然後我都沒有覺得 他們兩個不對勁 後來哥哥他就不跑了 然後回到家的時候 我發現他一直抓 整個腿都腫起來 然後就是 他就是受傷 我給他冰敷 冰敷的時候 弟弟說媽媽我也受傷了 然後我說 我也沒覺得他受傷 我說 可是我都選擇相信孩子 我就又去拿了一個冰袋 給他敷 然後因為昨天那個滾桃塞沒有開 我今天就帶他們去 然後先弟弟先看 我說弟弟看一下檢查一下 然後醫生阿伯就說 你哪裡痛 他說這裡這裡痛 是右腳 他說這裡痛 他真的幫他弄得 他是韌帶受傷 他真的受傷了 只是我不曉得 就是我覺得他只會 好像有一點怪 可是沒有很明顯 其實王玉文這個孩子 之前我訪問過他 他們是命運共同體 李老師說得對 因為他剛剛只講了 生產之後 他自己很危險的那一段 他的雙胞胎 在他肚子裡面 是屬於那種互相在搶血的 對 他們有雙胞胎 雙胞胎輸血症 對 就是一個會 一個的血會跑到另外那一個去 對 就是當他覺得他不夠 他會補給給他 所以一個血多一個血少 對 有一個哥哥出生 因為他是互相 對 哥哥出生以後就貧血 然後半個月大就輸血了 好 我們現在再來看看這個 雨安的成果 好 來 我們可愛的小嘉賓來到了現場 他就是剛剛講的腹部 有一點積水的小孩 我們來 歡迎小肥 好 這個小肥小肥 好快喔 小心 請問這孩子長得像 長得像 我弟弟 像舅舅會 像舅舅會的 對 像我弟弟 你頭可以抬起來了 太多看 你看 叫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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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不是叔叔 對 妳叫阿姨 阿姨 你好 阿伯 妳有覺得 妳剛剛聽媽媽的話 她生妳好辛苦對不對 不關妳事嘛 出生之前不負責 前面都不關她的事 那媽媽對妳好不好 很好啊 妳可不可以親媽媽一下 說我愛妳 可以嗎 妳跟我揪一下嗎 不好意思 妳看 再辛苦生孩子的 最大快樂就在這一刻 對 我來親一下 我叫小胸親妳好了啦 對嘛 對 其實有一個老公也知道說 她的老婆非常的辛苦 那我們有收到一個快遞啦 應該是某一個人的老公 但也不知道是誰的 結果是 李慧萍的男朋友收了 對啊 怎麼知道我的英文名叫Monique 沒有啦 不是 看到M就 就開窗 M開頭的就知道了啦 M開頭 我剛剛已經提個醒了 來 來 妳唸 我幫妳拿 親愛的老婆 今天早晨我像往常要搭機 返回香港工作崗位 看著妳熟睡的臉龐 我以為還要講什麼 我嚇回跳 想著 想著我們兩個可愛寶貝 這個畫面 讓我不捨離開片刻 妳不在我身旁時 行囊裡裝載這畫面 讓我工作加倍有衝勁 我每次的歸心事件 就是急著跳入畫面 牽妳的手 聽兩個調皮寶貝 大聲呼喊 爸爸回來了 老婆 妳送我的畫面 讓我真的覺得好幸福 我要和妳約定 下輩子的幸福好嗎 愛抱妳的老公 還用個抱字耶 特別感謝製作單位 給我這個機會 讓我向漁文表達無限的 謝意與愛意 Michelle 這是我的 妳自己看 是不是妳老公的字 來 是 是啊 那個字真的顯得不怎樣 這個不是給妳的 這個花不是給我的 妳老公應該也不是說 真的很浪漫嘛 送仙丹啊 仙塘苗啊 太陽花 這個花我們讓老師分析一下 基本上這屬於一種菊花喔 種花可以嗎 這是花店給配的 不應該要 花店給配的 澎湃澎湃 給我看妳今天很配啊 對 不過說這是我嫁給他 到現在第一束花啊 那妳怎麼這麼隨便就嫁啊 她不愛畫 她搞不好都送傳介 沒有沒有 就是我老公本來就是一個 不是浪漫的人 對 也是個笨男人嘛 算是 對啊 是說有話要跟老公說嗎 老公說什麼 嗯 嗯 嗯 不知道 叫個英文名字 來 Kris 謝謝啊 在每一個時刻都陪我們度過 希望未來也是一樣 謝謝 謝謝 妳在送她的老公 應該是出神經的老公啦 但是其實根據我的經驗 出神經的男人比較好相處 對不對 當妳悲觀時她還很樂觀 還250 其實這樣的人真的還不錯 對 當下妳會覺得 嗯 好 妳其實接不到妳原來想像的畫面 你知道 是這樣 就跳動 對 妳就忘了妳的悲哀 對 其實天下的媽媽都很偉大 謝謝 希望各位再接再厲 好 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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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